**MさにChamp kennenの OK321 action Hello 你们好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重冰宴 这样子 我今天要开车 正在准备去strajaunk 然后去strajaunk不是要去sattay 也不是去玩 主要是因为 我的朋友 新开张这一间studio 然后呢这个studio呢是专门帮人家拍照片的 然后就离我上次拍照呢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 大家看我的那个YouTube我每次都是那个Malaysia Boy 然后呢很多人就讲为什么跟我长得不像 因为那个时候我拍照的时候才78K去 然后呢现在过了两年我已经胖了84了 所以已经变胖很多了 所以呢现在是时候要更新全新的一个个人profile了 那今天呢我不只是一个人去到现场 然后呢我很有义气的把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带了过来 就是Newman 耶 哈喽大家好我是Newman藏宝 好现在呢还不要拍我先等下到摄影棚我会换衣服 我现在什么衣服都没有换 啊天呐就是这个哦 这个应该很难修哎 这个是弄湿了吧 弄湿了它有点脏 就是掉进水锅是不是 掉进地下 哈哈哈 可是会不会很皱啊 对可以看不可以看不可以 我不能那个假的绝对不可以 我会眼睛关注的哦 眼睛比较敏感 嗯我很容易酷的哦 你们开箱你是因为住这里了 还是因为这里出现很便宜 呃两个都是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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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晏,所以你觉得这次的拍摄如何? 就是我觉得啦,拍照啦 最好就是你瘦一点会比较好看 然后我肢体会太僵硬,然后也会太肥了 所以这个对摄影师来讲是比较困难的 然后最后通常会选到好张呢? 选到好张是有固定的还是有卡通的要求? 看顾客的配套 看顾客的配套啦 所以如果我们拍那些家庭的基本都是10张的 10张说 那个收费最低从多少开始? 哈哈哈哈 由于我们是拍新的 所以现在我做一个Promotion 哦,还有Promotion 哦,要去看一下 所以只是 哇,10块钱? 那么便宜? 到几时? 7月31号 嗯 哇,这么便宜哦 对 我跟你讲,你现在拍Passport照的不是这个家 我那天要洗Passport照 那个人跟我讲要21块 哇 21块 很贵 是亏的啊 你看我的冷气中 有80-90% 亏,亏在来拍摄 这个真的要 这个我们视频要看得出哦 哈哈哈哈 为什么你会想要创办这个Studio? 你的梦想? 我相信每一位摄影师 都有一个梦想 都有一个Studio的梦想 都是啦 都是一个自己在工作 有,我的梦想就是要有一个Studio 你也是吧,我相信 到现在还没有实现 我没有办法 我现在只有一个小小的 Table 对吗? 我希望有一天也可以有自己的Studio 到时候 到我邀请你过来 可以 然后免费我们的拍视频哦 哈哈哈哈 哈啦,我是牛们长跑 非常感谢Smile Studio 你又笑什么? 等一下 等一下,我get不到 啊 非常感谢Smile Studio 提供给我就是免费拍照 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少在摄影棚拍照 然后 平常呢,在外面拍摄的东西就是 背景都是画画草草的 那么今天能够在背景白的地方拍一个很漂亮的照片 我觉得非常开心 呃,发自内心 我觉得拍了很多照片都是很好看的 他们修好了整个照片呢 我相信会更满意 是的,这样今天呢 我就拍完了我这个个人照 然后很开心 因为呢,这次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啊 也知道自己真的是要好好减肥 不然的话 就要让我们的这个摄影师很辛苦的加班 所以呢,记得来到这里 那这里呢,是在Kajang 然后呢,你们上网 记得搜索Smile Studio 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 好看 dengan那儿 我按下 可以 我按下 那么